观众人们好,我是莫莫,继续带来经典美剧月遇第十集 迈克的计划继续进行,但阿布鲁奇的PI老大位置却因为断了收入 被贝利克收回了,守卫士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 迈克如何通过智商解决阿布鲁奇的难处呢? 小维接到了LJ,并了解到副总统哥哥身陷指控 所有人都期待林肯死去,故事就此展开了 阿布鲁奇独自一人玩着牌,他已然是退下了老大的光环 这个世界没钱就连监狱都不受待见 找到贝利克,要不商量一下,自己能够解决的 然而贝利克认钱不认人,他来当狱警不是冲着工资 而是冲着更多的钱,所以谁有钱谁能接下PI的活 而至于是谁,那就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了 可这恰恰是迈克关心之事,看来两人得演一出好戏了 麦克心里有些愧疚,和哥哥说明 现在想要越狱就得出卖一个好人,菲波纳奇 和林肯一样无辜的人 本身是阿布鲁奇仓库的管理员 却亲眼见到了阿布鲁奇为黑手党做事杀人 因此他收集了证据,将阿布鲁奇送进了监狱 现在作为证人被保护起来 林肯辗转反撤,预警送来的最后晚餐的愿望单被林肯退回了 望着艾尔街留下的常委话陷入了两难 麦克告知阿布鲁奇自己要和法尔珍聊聊了 等阿布鲁奇沟通完毕,麦克拨通了手臂纹身的号码 现在是时候给菲波纳奇打电话了 稍后,萨拉处理麦克的伤后 两人似乎度过了冷战,麦克得知萨拉的生日暗自记下了 探视房法尔珍会面了麦克 质问如何得知菲波纳奇的地址的 麦克娓娓道来 证人保护之前都是由当地的警长看管 麦克拨通了四位警长的电话 只有一位警长旅游了 电话给通信公司,说明自己是那位警长 不小心弄丢了账单 从账单内拿到了一个远离芝加哥地方的频繁电话 反查电话得知了具体的地址 法尔珍点头,说着要多少钱 二十万现金 麦克的试试打开口让阿布鲁奇诧异 掏出了小微的照片 麦克愣住了 要么要二十万,要么要你的女朋友 阿布鲁奇威慑到麦克慌了 说出了地址 加拿大母处 得知了地址,法尔珍让麦克离开 阿布鲁奇喊住了法尔珍 尽快解决吧 顺带帮我搞定贝里克 大厦小屋 凯勒接到副总统的电话 他的朋友一会儿就会过来 了解下凯勒的进展,凯勒明白 副总统变了 看着他知道了一些事情 胖探员喃喃道 早知如此啊,还不如做个文员 凯勒起身威慑 如果还这么想 他会杀了胖探员的 稍事片刻,有人敲门 正是副总统口中那位朋友奎恩 别看面善随和 当他明白小微LJ没有死去 现在这个部门他来接管 而凯勒胖探员立马停职 凯勒准备上前比划比划 却一招被制服了 看来遇上了狠角色 小微前男友房间 奎英假扮保险理配员 说着小微被炸死的故事 前男友让奎英进入房内 小微的电脑收到了消息 小微,你在哪儿 虽然小微警戒没有告知 但奎英那头已经锁定了地址 另一头的凡尔珍 来到了迈克说的地址 却被埋伏好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以非法持有枪支过境罪逮捕 隔日消息传到了阿布鲁奇的耳边 迈克还在接受着治疗 留下了一束花 代表长久的爱慕 阿布鲁奇穿过牢房来到迈克房内 计划成功了 而且我又负责了PI 不过照片呀,我得留着 出狱后,用菲娃娜奇替换吧 监狱的林肯 看了好久儿子的安好消息 终于在最后一餐申请上 填写好了蓝莓馅饼 因为那是他和LJ最美好的记忆 阿布鲁奇回归排桌 越狱计划看来迫起了障碍 然而药匣子不请自来 撒下了一把碎石头 告知迈克 自己想要加入队伍 原来早前十分 要匣子花钱进入了PI 通过搜索找到了迈克挖开的洞 现在他又买通了贝利克 脚上踩着洞口 越狱队伍不断壮大 迈克能计划周全所有人的逃离吗 小维通过分析 获知了副总统哥哥申报五亿假账 可能是为了支持副总统竞选的资金后 又会如何操作呢 尽其期待 约于第十一集 我是莫莫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